凯撒留任四名年轻球员恐遭殃固执性格,不改,山东南篮冲击冠军,泰南按照球队计划安排,山东告诉南篮将在6月1日开始集结开启下训,休赛期关于更换主帅的传闻对北洋洋,媒体透露主帅凯撒,将会近日返回济南,开启新赛季的冲冠之旅,虽有大部分球迷呼吁,把主帅凯撒换掉,但是未保持球队稳定, 球队开始选择了信任,更重要的原因是凯撒上赛季刚与山东队续签了一份两年的合同,下赛季将是合同的最后一年,通过近三个赛季的执教履历,凯撒的固执性格,一直球迷调侃的焦点,对场上的变化很敏感,对裁判判法很较真,对比赛很投入,比分落后时在场边咆哮,来回走动,用人固执,战术单调也成为主帅 凯撒的致命缺陷,下赛季将是凯撒冲击冠军的最后机会,为了好成绩凯撒的用人固执问题,或又成为构定。 本赛季队内潘宁、朱镕镇、焦海龙、李洪汉等四名青年采俊都没有锻炼机会,潘宁曾是山东队的希望之星,在国家青年队,也曾是和周琪平喜平坐的人物,但是现在已经差距越来越大,潘宁本赛季的出场时间与上赛季有大幅下滑,更多的时候是为球队锦上添花,锻炼价值不多。 朱镕镇虽入选国家队,但一个赛季下来失望大于希望,而李洪汉、焦海龙更是没有出场机会,令球迷唏嘘的还是季后赛半决赛对阵广煞的系列赛。 在虽然和小丁商退的情况下,固执的凯撒死活不用张庆鹏,让球队卧底王汝恒、张春军等球员,葬送了球队的大好机会。 对于球员来说,冲击总决赛或许只有一次机会,但是这机会就这样白白溜走了。 作为球队主帅的凯撒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18-19赛季固执凯撒再次启航,为追求成绩四名青年才俊,获得出场的机会,恐怕少之又少。 还是那句话,固执性格不改山东南南冲击冠军太难,凯撒会改变固执性格吗? 年轻球员是否有更多机会? 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 ,谢谢。